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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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Jack 今天來到洪水橋的中林 一個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中林之前帶大家看過 都是一個環境很舒服 交通很方便的地方 之前帶大家走過附近的交通配套 飲食設施那些全部都是走到去的 但是 我們之前看的都是一些分層 或者地下花園連天台的單位 西洋房 我們都有看過的 但今天最特別最開心的就是 來到屋苑裏面 只有三間泳池屋 今天要看的這一間 單位的面積 三千七百九十四尺 連同前後的花園 一千六百八十一尺 加上天台 九百三十一尺 加上我也不知道 差不多五千多尺 另外還會有車位 而房的數量 就是六間房 五個套房 另外加上有七個洗手間 今天就來看看 這個單位是怎樣的樣子 在單位之前 記得 按個讚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在找房子 或者想看房子 即管按一按 在影片描述 就會有這個單位的價錢 詳細的一個按揭表 以及我的WhatsApp 按一按下去 就可以收到樓市資訊 記得Save 電話就可以了 現在就馬上出發 大家好 現在就來看這間A2的泳池屋 本身穿過屋卷的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首先會來到單位的前花園 這個位置通常都是放一些 譬如鞋、boot等 會放在裏 或者有些少量的雜物 然後再來就是入到棄浴 首先來到單位的客飯廳 進到來 本身這個位置上面 有一個去到二樓的一個吊燈 整個單位進到來 透光度的感覺就會大了很多 然後進來的左邊 會有一個客廳 通常家裡開派對 客人用的洗手間就是這個 而留意著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本身已經很寬敞 可以放不論你多少的靚鞋、靚衣、靚袋 都可以放在裏 一排櫃地做在裏 然後再進來 我最滿意的地方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早餐的位置 一些不用用明火煮食的地方 都會在這裏 而發展商都配備了 一些雙門的雪櫃 然後一些紅酒櫃 然後大部份的廚房用具 都會用回德國牌子MIDA 而我自己就最喜歡在這個位置 如果有時候吃早餐 做完東西 就可以看著客廳這個美景 接著我們再進來廚房 廚房其實面積上 比我想像中有些窄有些細 不過勝在它本身已經有一個 早餐區在外面 這裏大多數都是給你展示一下你的廚藝 工人姐姐在幫忙 而最特別就是這個爐 這個爐我想應該是飯店才會有 或者一些店舖 餐廳才會有一個明火大爐 我想喜歡煮食的你應該會對 那廚房爐具一全部都會用回 Subsuro或者MIDA 這個是工人的套房 我們就略略看一看 夠用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出來 來到這裏就是 一個最高的樓底 這裡會去到4.5米 整個空間感和本身發展商的設計 全部都是落地的大門大窗 而望外面的景觀 全部都是樹景 綠化環境會比較舒服 會比較為主 我們就這樣現場聽 其實大部份都是小鳥的聲音 我想這段影片可能會加少少配樂 其他都會用小鳥的聲音為主 接著這個本身是客廳 客廳可以擺到一個超巨型的L型梳化 不論你家裡來多少人 開多少派對 都絕對沒有問題 再來 這個單位最特別的地方 出來後花園這裡 一定會見到這個泳池 這個泳池已經算是試正 有時真的在家裡 小朋友或者開派對 小朋友在這裡游泳 一邊就可能燒一下食物 或者享受紅酒 聊聊天 最重要的就是看著這邊 就算我們看出去 都是綠化環境 圓林環境為主 而樽林在這個位置 就做得真的比較好 過來這邊 還有少量的地方 我想這個位置 我會拿來真的在這裡吃東西 或者BBQ 就在這個位置 現在我們上樓上 看看上面的房間 現在來到單位的一樓 一樓的話 發展商在這個位置 已經做了一個偏廳 通常偏廳都是小朋友 很多小朋友在樓下的泳池 或者VY之間在玩的時候 大人如果要談心事 就真的可以有個偏廳 靜靜的位置 聊聊天 而這一層房的數量 就是三房三個套房 另外還有一個儲物室 我們首先看看這間套房 這一間 其實如果比我有幸住到的話 我會做書房為主 因為可能景觀上 會比起其他單位 其他的房間 會差一點點 但是有個平台 連住這間房 如果有時候做事 做到悶悶的 就出去休息一下 活動一下 動一下腰 這樣也不錯 然後這一間房 也會有個套廁 不需要影響其他家人的 起居飲食 或者是休息的時間 就不會吵到他們 也是有窗的 接著我們再過來 看看那兩間套房 先說 這一間套房大小 跟剛剛那間是差不多 而當然就沒有了平台 但是他的景觀 會看回樓下泳池 剛剛我們在樓下說BBQ 那個位置 而也是會有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是沒有窗的 但是盛在地方 活動空間夠大 接著我們再過來 就是來到這間房 這個算是一個大的套房 擺位上 我想都不用特別說 因為雙人床 Queen Size King Size 都可以做到 三邊落床 然後景觀上 也會看回前面 我們內圓環境 或者是前面一堆竹林 這樣的景觀 這些都是發展商配備的 然後再過來 就是 這一間 Store Room 這裡還有一個儲物室 看看家裡的東西 多不多 可以放在這裡 接著我們便會上樓上 再看看主人房 來到二樓和一樓中間 半層的位置 還有一間細房 這間房 跟剛剛我們在樓下 我說要做書房的那間房 是一樣的 我想這間 原本的設計 都是做書房為主 望的景觀 都是看回剛剛那些位置 大小 都是 這麼多間房間 算是小的那類 現在 就來看兩間的大套房 我們首先看第二大 這間 第三大 讓我開燈 這個 望的景觀 都是看回剛剛書房的景 而擺位置上 都不用特別去花心思 因為全部都是 調視景和地方調大 然後洗手間 都是發展商的裝修配備 接著我們便來到 這個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 現在直看出去 就是 剛剛我們看到樹林頂 那個樹景來的 都是看出去都是舒服 然後擺位置上 我想通常都是 一張大床 再加一個沙發 另外可能還有一個 醫務間 本身已經配備了 給家裡的女主人 或者男主人 擺她的漂亮西裝 漂亮手袋 漂亮布 漂亮鞋 就擺在這裡 然後來到這個 就是洗手間 洗手間本身 本身臨浴間都會 就是 企肝肉肝都會有齊 而且還是雙升盤設計 有時真的起床 不用特別欠洗手盆用 接著我們就看完這個 再上去天台 看看天台 接著最後 就上到天台了 天台就是一個 四方形 四四正正的地方 單位裏面的冷氣機 主機都是放在這裡 而如果通常這個用途 都是工人姐姐上來 將洗衣機 衣服 上來浪曬為主 而四周的景觀 都是因為 本身洪水橋 低密度的單位 會比較多些 高樓大廈 都是只有上城 這個屋卷會較高 而我們這裡 看上城的位置都較遠 未必會遮到 遮到四周的景 有時上來天台 嘻一下 喝紅酒 享受看星 都不錯 今次就看到這裡了 我們待會帶你們去走一走 如果不開車 走去買東西吃東西 交通距離是怎樣 現在就出發 現在就由屋院門口走過去餐廳的地方 今次我就直接過對面馬路 一出門口 就沿著學校這裡走 這裏就是洪水橋的中心位 走了大約是三分鐘的步程 就可以來到 巴士站、輕鐵站 這些全部都齊了 如果要去搭西鐵 就可以由天水圍西鐵站 距離洪水橋站 中間只是一個 坑尾村站 就可以到達 然後買東西吃東西 奶茶王 不過現在沒有開 還有茶餐廳都在 衛康 這些一應俱全 今次就看到這裏 我們下段片再見 記得訂閱